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材料里的洋葱和蒜粉 也可以直接用新鲜的洋葱和蒜拌来代替 味淋是日式料理不可缺少的食材 日式酱油的口味也和中式的有明显差别 因此最好不要替换掉哦 正式开始制作前需要将鸡腿肉腌制一下 全部放在一个方便翻拌的碗里 加入味淋 酱油 以及洋葱和蒜粉 搅拌均匀后待用 40分钟后就可以正式开火了 建议用高一些的不沾汤锅来做 可以很有效防止油溅出锅子外 并且汤锅通常都有配好的盖子 也方便之后焖的步骤 放多一些油 蒜末下锅翻炒到有香味 并有一部分变成金黄色 就可以放鸡腿肉了 按照锅子的大小分次制作 将两面煎至金黄后 加入腌料时碗里多余的调料 按照每一边2-3分钟的时间 将鸡腿肉焖熟 时间到后开盖 加入黑胡椒 大火收汁1-2分钟关火 盖上盖子静置1分钟后 就可以盛出放凉了 盖上盖子静置1分钟后 锅里剩下的酱汁可以用小碗装起来当蘸料 等鸡腿肉不烫手的时候就可以来切条 稍微摆个盘,再加一片生菜叶就完成了 夏季的时候会因为炎热的天气让胃口变得不好 因此一些太烫或者太油腻的食物就很难下咽 将炸烧鸡腿肉和蘸酱分开放,可以消除油腻的口感 水果和蔬菜也可以很好地代替米饭以及其他的主食 我这里切好的几种水果组成的拼盘就很推荐 白桃和芒果的清香 黄瓜的清爽 瑞尼尔樱桃的清甜 和照烧鸡腿都很配哦 当然也可以配上之前分享过的蒸蛋 一套清新美味的日式晚餐就完成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